天神的新手攻略 必看直男 首先游戏开局就会结束四个角色 主角 安博 凯亚 丽莎 如果抽卡之后还是只有上述四种角色 那你真的很碎了 没关系 这个时候你可以优先练主角丽莎 主角的命之座可以兑换或者排票 买命很简单 而且伤害不错还好练呢 丽莎的安博呢 可以先打出超赛 也就是爆炸了 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超赛太棒了 但是释放技能容易被打断 说到飞穷 那就说翁皇吧 如果你抽到其他的四星角色 如飞谢尔 香菱 雷泽 床源 行秋 就十分值得练哦 当然有五星的结色就分成了 拿去脸 鸡蛋来喽 好了 抽完结色那么提一下抽卡了 新手只还是建议抽一下的 毕竟八个响语之源 一个失恋 谁不爱呀 神上的原始竟然买纠缠之源 就是那个肥状了 现实的卡池和床中的卡池相比 谁比较像 讲话没有野花香 Oh my god 加入一小钱了呢 就会可以下月卡和记性啦 你们在大世界行逛的时候 有啥打啥 有啥剪啥 一条鱼 一只鸟 一个史莱姆 都不要放过来 鸟后面呢 升级角色 武器或者是其他道具 就需要这种材料的 拿来吧你 说明一下好 浮宫音子呢 是需要风元素才可以掉落的 电气石和冰雾花需要火元素 电氧花需要水或者是冰等等 打开地图的时候 你会看见上方有160的 这些呀 可以用来打经验树和摩拉咯 和平和解释好难度 在地图上 蓝色的是经验树 黄色的是摩拉 任务也分 因为角色的冒险等级升级之后呢 更高级的剩武部也会开启的 最好都是接触的转移物 而武器就不一样咯 四星的武器也是刚刚的 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 都可以优胜 以上就是这些新玩家 二世纪的小伙伴咯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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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早期的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